六八个家华 离开篇 谁说女子 天前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杨总 我不知道我家阿龙 不对 那个姓金的是卧底 我以为他是一个超级超级大暖男 杨总你看吧 我也老大不小了 我觉得他有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的喜欢 杨总 你别生气嘛 我单身这么多年了你说是不是 还有脸笑 你这个花痴 你是被那个帅哥迷了眼 催了棉 才坏了我的大事 你知不知道姓金的对我们海云服装做了什么 不知道 你给我滚 滚 是杨总 别生气 杨总你别生气啊 气死我了 很厉害 你没rie 由 杨总 你这 就是怎么了 这人 这是怎么了 都是你手下蠢货干的好事 你们招进的那个帅哥 是好运服侍总经理的秘书 我说我第一眼看他怎么那么眼熟 这个可恨的卧敌 卧敌 您说的是那个金藏龙 就是他 藏龙 你听听他的名字 不就是卧虎藏龙的意思吗 我想起来了 我在好运服侍公司网站上 看过他的简历 他不叫金藏龙啊 他的名字叫 金 金 金英杰 杨总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赶紧加快进度 今天下午 你去娱乐快拍杂志社递交图片 记住 指给他们制青春 儿童版的青花词要暂时保密 好 我要在时装周展示会上 给好运服侍突然袭击 下午我会去时装周组委会 递交报名申请 好 好好 看来我们的工作做得还是不够细致 我真的很无能啊 别这么说 责任在我 是我太疏忽 太大意 太自信了 我真没有想到我们股东大会上 会突然冒出来 杨春红这样一位股东 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啊 窗户纸捅不破了也好 至少我们知道了 杨春红的后台是谁 所谓的美国人 菲尔普斯言 是的 我给你喝点水吧 喝点水吧 谢谢 杨明叔 你在海云时装屋的时候 除了杨春红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 提到过这个杨老板 或者 有没有人说过她是美国人 好像真没有 好像真没有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美国人 菲尔普斯言 就是杨春红提到的这个杨老板 搞不好 她就是一个拿了美国绿卡的 中国人 是啊 万千有这种可能 但是这个杨老板确实隐藏得够深的 你们想一想 上一次召开紧急股东大会的时候 她就已经是大股东了 但是她没有到场 说是在美国 可这次呢 她却将王德财 张股东 刘股东 所有的股份收入囊中 看来是有备而来呀 是对我们好运服事虎视眈眈的注目 我们接下来的日子也将如履波并 郝总 您说我要不要再回一趟海映时装屋 绝对不能再回去了 你没看见杨春红看到你的时候 那两眼冒火吗 是啊 她当时恐怕吃了你的心都有 是 可是我要是不回去的话 好多事情我们还没有弄明白 比如 他们志青春系列样衣到底制作得怎么样 还有 她盗取我们青花瓷的设计图 到底想要干什么 是啊 我也很想知道 杨春红拿了我们的设计图要干什么 包括志青春的那些衣服 有没有做出来 不过即便如此 你也绝对不能再回去 因为你的安全最重要 对 可是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 那我就先出去了 我们志青春和儿童版青花瓷礼服 样衣制作怎么样 已经全都做好了 我刚刚押运到十二号仓库 好 我有个事情 想向您回报 说 不说了 回来 我是 我 我是 你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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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制作厂家的费用 原材料商家的货款 另外 商场店面的租金 这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如果咱们要是再不给他们拨款 他们三家要是联合起来 反制咱们 到时候 那咱们可就没救了 这 别说那些丧气话 我们不是还没完蛋吗 资金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 那我再跟您汇报 汇报 那我再跟您汇报 还有事啊 老板 海主任来了 海主任 来来来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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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 平安着陆 来来来 坐坐坐 你现在应该在家好好休息 倒倒时差 这么着急找我过来有事啊 说实话 本来应该到您的办公室去 向您汇报工作 可是为了避嫌嘛 所以把您请到这儿来 辛苦您一趟了 有什么事儿 你就说吧 杨春宏可能都跟您汇报工作了 杨春宏可能都跟您汇报工作了 你儿子留学的事儿 太太陪读的事儿 我都安排好了 而且学费我都给交了 现在您的任务呢 就是送您的公子啊 上飞机 这个机票呢 我也都给定好了 这个开学季啊 机票非常紧张 实在不好意思 没定上头等舱 让他们母子委屈了 定的是公务舱 都包涵 都包涵 杨老板 您太客气了 虽然我们眉官清廉 两袖清风 但是机票还摆得起啊 好 海主任 您想得太多了 您对我们公司这么帮助 我们寄点微博这里来回报您 这是应当的 对了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我都安排好了 而且给他们找了一个飞庸 这个飞庸在世界上非常有名 非常地好用 而且呢 配了一部车 总之 海主任您放心 他们母子在美国的生活 将是非常无忧无虑的 啥也别说了 来 多在酒里 海主任 这是茶 想喝酒啊 不不不 来 倒酒 倒倒 不不不 我这个人呢有这么个习惯 只要杯子一端就想往里干 来吧 颜老板 这个我以茶代酒 代表我的媳妇 不是 应该是前妻 还有我儿子 向你表示感谢 咱俩走一个 走一个 你茶代酒 好了 那就这样吧 下午还有个会 不行不行 我就回去了 午饭都准备好了 吃完饭再走 好 好 咱们现在都自己人 好 好 不要那么客气 好 对了 有一个事我还差点给忘了 什么事 这个杨春宏托我问问您哪 给我们海云服装 那个贷款落实怎么样了 你看我这脑袋啊 刚才我在来的路上就想啊 我说一会儿见到杨小姐 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她 可是来了之后呢 没见到杨小姐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你瞧瞧瞧 你告诉杨小姐啊 这个事基本已经定了 也就再有个两天 三天这样就能劈下来了 好好好 让你费心了 放心吧 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好的 那我走了 谢谢 谢谢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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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送一下 慢走啊 老花桃 比我还活 我好 好 一共三十枪 能洗了 行 那咱们颠颠货去吧 好 行 走 好行 你看看这个 为了这点照片啊 我刚才差点死删上了 这海主任还真是不简单啊 他急于见的这个人是谁啊 照片就看不出来了 我当时还拍了视频 我呀 特意在家帮你看了几遍的视频 我还真帮你找出点线索 我拍那视频呀 来来回回的我就前后地看 我发现呀 视频里头虽然说听不见声音 但是海主任的口型能推断出来 对面这个人应该是阎老板 阎老板 你看看 看了吗 这段不清楚啊 你还有别的吗 有 有 有 对 就这儿 准备啊 看 看见没有 这段可以啊 虽然我不是独纯专家 但是我敢肯定地说 海主任最后走之前说的是 阎老板 我走了 对 那么这个人姓阎 就没什么好怀疑的 那这个阎老板 会不会是杨春红体的那个阎老板 你这瞎猜什么呀 把金秘书叫进来 问一句不就知道了 他好像也没见过这个阎老板 那外依要是见过呢 你等着啊 金秘书 他现在 金秘书 上厕所去了 金秘书 家里的眼泼 到了 我的家里 那边 我看见了 没见过 我看了 他不见过 他不见过 我看见了 你 我看不见了 你 你 我看见了 你 我看见了 这秘书总没在啊 你在啊 这金英杰去哪儿了 也不跟我打上招呼 行 这没有人哪 是不是我听错了 你肯定听错了 哪里有人哪 喝酒喝多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了 关机了 不会吧 我试试 你打一试试 你出门 是 好 妈 嗯 老母 真关机了 不会是又去 海云时装屋了吧 不可能啊 我跟她说了好多遍了 不能再回去了 杨春宏已经彻底认识她了 那能去哪儿啊 怎么回事 去看看 我忘了 王总 您看这么多图片 您是想一次性都刊登 还是分期退出啊 我们跟娱乐快拍 要合作一年 所以不着急全部退出 我们打算分三次来做篮 这第一期嘛 选择六张即可 通篮的标题就叫 治青春 看花眼年华 没问题 那您看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 方便签署一下这个合同 我觉得是这样 咱们呢先签署一个 异项合同 等杂志出来以后 我们再付款 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小 做杂志都是很辛苦的 我们的行规 从来都是见钱 才会刊登杂志 从不舍账 如果目前 你们公司的资金方面 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暂时终止 我们的合作 我们的版面 可以随时为您预留 不过前提您是要付款的 黎总 你听我跟你解释 不用解释了 我刚刚说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找一家 实力更强大的杂志社公司 去问问 我们这个庙小 顾不起你这祸盛仙 李总 我提醒你 我们海人服装 是要跟你合作一年的 我这个人平生最讨厌的 就是空手套白狼 不出钱的合作 那岂不是合作时间越长 我就赔得越多 这人们都说 女人的头发长 见识短 我今天算是领教了 那您领教的东西真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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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今天我也算是开了眼界 我也算是开了眼界 见到了一种全新的药饭方式 孔子曰来而不往非离也 咱们走着瞧 你一路走好了 吃吧 吃啊 杰子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万一让杨春宏撞你怎么办 这 这不是你老说我像个女的吗 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多么的爷们儿 你有病啊 为了一句话你还去玩命 这么说你是担心人吗 废话 我能不担心吗 那杨春宏 跟胡三娘似的 我还是花木兰的 看你比喻这英雄 还是个女的 我想是个英雄就行了 你先说说 你去餐库干吗了 还不是因为你那句话吗 我哪句话啊 你说 我就是想知道 这个杨春宏盗取卧物 新花词设计图 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我是想你这样说话 不管怎么说 反正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听完这句话之后 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你说 我都当卧底那么长时间了 不查出个四五六 像我的风格 不过话说回来了 我确实是想要知道 他们会把至青春做成什么样子 他们会把服装藏到哪儿呢 十二号仓库 这么说 你见到吴山真面目了 好 不要太崇拜我 结了 结了 你太可爱了 你太可爱了 干吗 我得很快 你都知道我没事 是 赵律师 麻烦您有空到邦市来一趟 有钥匙 不 应该说 有最重要的证据要交给你 稍等啊 接个电话 来 见面再聊吧 莉莉 喂 你现在在忙吗 我们最好马上见一面 怎么了 刚刚王德才来找我 我刚把他训组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知道了 我一会儿过去 走 走 杨小姐 今天情绪不佳呀 参加好运服事董事会 可是你梦寐以求的事啊 遇什么麻烦了 真是百密一疏 不 我万万没有想到 好运服事 在我们海运服装 派了一个卧底 真不知道他们到底 抓了我多少把柄 修薇这小事就烦恼了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他们已经打乱了我的计划 还没等他们去报名 我就先去了 结果我在京城国际时装周 认识的那个那些 还没有在 现在能不能把好运服事的 时装秀安排在我们的后面 已经是一个未知数了 我说杨小姐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别那么紧张 来 你看看 卧底那个 是不是这个人 对 严老板 你是如何弄到的 别问那么多 出了问题 对你不利 我之所以让你看这些照片 就是想让你明白 没有人 可以阻挡我们 听你刚才电话的意思 王德财他们 要放弃宣传了 不是他们放弃了 是我拒绝他们了 上次不是说好了吗 让王德财他们 继续表演下去 他们演不下去了 为什么 没钱了 没钱了 什么意思 他们想赦账 找我们做免费宣传专栏业 那我肯定不干啊 他们想空手套白狼 我看不像 你想想哪有一个企业 在宣发这么关键的时候 玩这种把戏啊 我觉得 他们一定是资金链短了 你这句话 倒是提醒我了 记得上回我们市场部 做过调查 海云服饰生产服装的价格 高于他们销售的价格 除非他们是疯了 不然没有谁 会愿意做这种 倒挂的赔本生意 这就是他们想用价格 来打击我们的最终后果 人在做天在看 人在做天在看 多行不易必自弊 这句话到哪儿都受用 不过这样不是也挺好 李总虽然丢了一单大生意 她的朋友就捡到了一个大便宜 这个即将开天窗的专栏业 是不是可以由我们好运服饰 来补充上面 看在你上次 陪我吃呛锅面的份上 就给你免费宣传一下吧 还是李总好 谢谢呦 不客气 准备怎么样了 就差一点 一会儿呢我就去 国际时装周的组委会 递交所有的应用 祝你成功 谢谢 这也是我的愿景 不过想一想 真的是太累了 我现在越来越怀念 当初在英国留学的日子 一个人背着行囊 带着相机 随心所欲 徒步旅行 抬头看风景 美图收藏钟 日月是时间 天地是丈量 想走就走 想停就停 幸福和快乐 由心而胜 没有责任和担当 没有牵挂与羁绊 真的是太幸福了 但那时候已经通过了 通过了 不过呢 我相信 以后 我们会有更幸福的未来 但愿如此 你 我什么都没看见 林秘书 你真的什么都没看见吗 没看见 那你干吗把头扭过去呢 因为我看见您的头 靠在了郝总的肩膀上 那你这不还是看见了吗 算了 林秘书不到你了 来 我们喝咖啡 是 这个林秘书 每次我们俩刚想 怎么 他就砰就出现了 你说我们要不要 现在再重新拥抱一次 打破惯性 用不着 他这会儿再进来 他就纯属脑子有问题了 那岂不是正好 来吧 让我们张开双臂 热情相拥 不要 来吧 快递来 我又什么都没看见 我又什么都没看见 李秘书 你怎么会学会唱玩儿了 袁总 这写信写惯了 还甚是想念 不是想念我吧 我听杨总说 最近干得不错呀 还是杨总领导有方 我就是尽职尽责 好 来 走走走走 我们说成事吧 好 老王 我已经在京城 国际时装周组委会 报名了 你和娱乐快拍杂志社 宣传专栏业的事情 谈妥了吗 这家杂社太不像了 他不赦账 弄得也是不欢日散 不过请您放心啊 其他的媒体像报社呀 网络上的宣传都搞定 可是也得在这时装周之前 给人家付款 否则停止宣发 我看咱公司的账面上 已经没钱了 袁老板 你都听见了吧 这贷款的事情 怎么办呀 这个事啊 都言海主任 这个老话头啊 没事 活着呢 不能让尿憋死 现在好运服侍的一举动 都在咱们的视线当中 我是公司的大股东 我有绝对权利 过问业务的动向 杨小姐 就你对好运来得了解 京城国际时装周的 展示计划 应该不会有所改变吧 按道理说 应该是不会变的 就算他们想变 他们要推出一批新品服装 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单从时间角度推算 绝对不可能 太好了 如果这次好运服侍 输在我们手里的话 他们将元气大升 他们国外加工服装的订单 就会落在我们手里 有一家最大的外国客户 已经向我表示了 他们只是碍于情面 不便直接和好运服侍决裂 严老板 如果好运服侍 今年产值加速下滑 这资金也是他们面临的 巨大的问题啊 这岂不是咱们 飞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啊 问题是我们想发展 可现在没有钱 谈何发展 好了好了 资金呢保证不是问题 你们呢都做好自己的事情 钱 马上就会打到 海云服装的账户上 这回所有的证据都齐了吧 可以说是非常地完美 这么说有点不太合适 但是我实在找不出 什么更合适的形容词了 行啊老万 万事通啊 什么都拿不倒你 你甭拿话填给我 来点实际的 你给我加点薪水怎么样 没问题 我的奖金都给你 什么时候兑现 三年以后 干吗三年以后啊 因为我现在 只有生活保障金 听见了吗金秘书 黑呀 真黑呀 纯黑的呀这是 什么事儿 那当然了 你以为金秘书 跟你的待遇一样吗 金秘书啊 谢谢你 我的好兄弟 这是我应该做的 听见了吗 听听人家金秘书怎么说的 哪像你呀就值得要加薪 人家金秘书 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独闯十二号仓库 搞得第一手资料 而且媒体霸了钱字 赵律师 您的助手 不会像这样吧 我的助手啊 万事通要跟我的助手比起来 万事通就是一傻子 听见没 何出此言呀 我的助手 摘上毛比猴都精 加薪 加班 人家算得都清楚了呢 其他的法律都没学会呢 劳动法 精通 你看啊 这跟你这一比 我摘上毛比丫子都笨了 咱们言归正传吧 现在这个新的证据呢 已经收集齐了 把它拿到公安机关 相信公安机关很快 就会有更大的动作 咱们好运服侍啊 马上就要有出头之日了 谢谢各位 我代表公司 代表我们全家 感谢三位 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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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说要贵呀 没有 我不怕你客气嘛 俗话说啊 一个篱笔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虽然我不算什么好汉 但作为一把 我已经感觉到 你们对我充分地帮助了 我请大家搓一顿吧 好啊 咱就吃海鲜大餐呀 行啊 三点以后吧 忘了啊 以我现在的实力 也只能请大家吃 抢锅面啊 这样吧 我让我爸出点血 给你做一条糖醋活鱼 你抢人家这走啊 走啊 谁呢 好 好 走啊 真是让你费心了 我都没想到这么快 就把看东方系列礼服 给我们制作完成了 这让我怎么谢你呢 你这么说不就外道了吗 不久以后 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 我在帮你 不如说我在帮我自己 行了 行了 等货到了之后 一定要查清楚 发现问题及时告诉我 我好帮你办通 谢谢了 谢谢了 等货一到 我就开箱检查 如果发现问题 再跟你沟通 好 我先挂了 好 拜拜 谁的电话那么高兴 张总呗 他说呀 明天 看东方系列里服 就空运到岗了 那可太好了 明天就可以让模特 试衣服了 时间很充分 如果真的发现点问题 我们来得及调整 老公啊 这回啊一定要小心 绝不能输给杨春虎 你就放心吧 到目前为止 我和好心制定的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计划 进展得很顺利 没有任何疏漏 这次啊 应该给杨春虎 点颜色看看 你说那杨春虎啊 剽窃别人的设计 还趾高气扬呢 我最看不上 那天他在股东大会上 阴阳贵气的样 谁都看不惯 估计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威 找谁呀 不会又是杨春红吧 喂 杨春红 我现在郑重地提醒你 不要再打骚扰电话了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报警了 郝董事长 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我哪里是骚扰 我打电话是想提醒你 杨春红 我警告你啊 作为女人 你应该知道尽妇道的身份 不许无理取闹 嫂夫人终于出面了 你与其让我守妇道 不如让你先生守妇道 这都是好运来的过错 你凭什么让我承担呢 对吧 你 杨春红 现在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咱们京城国际时装周上见 好啊 我打电话就是要提醒你 也算是我给你下的一个战书 我希望你们好运服事 不要像上次一样 既不如人 输得一败涂地 好 那我也提醒你 不要高兴得太早 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我就谢谢你了 不过呀 我这个人还是挺念旧情的 就因为这个 我还是给你透露一个消息 你们的青花瓷 好像又被人抄袭了 小心时装周上 要撞衫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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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春红她说什么呢 她的意思是说 在京城国际时装周上 会有模特 穿着和我们青花瓷 一样的服装展示 那可怎么办呢 没关系 大不了我们放弃青花瓷 那能行吗 没事的 在这方面 我和好心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过现在 我倒应该谢谢这杨春红 他一直在搞破坏 你还谢谢他 如果他刚才不来这通电话 那我们就会措手不及啊 到那时候 我们真的就舒惨了 我有点明白了啊 你说这杨春红 他到底是奸呢还是傻呢 他是奸过头了 明明是悲伤了心 却从没有原言 天天天要在人面前 将好心情再现 躲起来一个人笑话 所有的从前 安慰自己说 心甘情愿 不是想象中说短就短 那么简单 不是表面上要走就走 云开无散 经历过一颗心承担 所有的磨难 哪里还敢说 哪里还敢说 重来一遍 他这样 yani 最后是这样的 因为要把心里边 累积生命的左肩 忘得了的忘 忘不了的慢慢忘 纵然不兑现 也可以不抱怨 一切新的旧的 美的丑的 都留在当初 爱与恨都会一步步 走向生命的终点 忘得了的忘 忘不了的慢慢忘 纵然不兑现 也可以不抱怨 一切新的旧的 美的丑的 都留在当天 爱与恨都会一步步 走向生命的终点